太平区长龙路是台中往来南投国庆乡的重要路线 这山区蜿蜒的路线以及风景是吸引了许多机车组来朝圣 不过这许多的机车就会进行改装 导致骑乘的时候常常发出噪音 让居民是难以忍受 为了兼顾山区的安宁 同时也提升行车安全 台湾市环保局从去年底就开始建制了智慧监测设备来取缔 光是这长龙路单月最高查获63辆 疑似噪音的车辆 除份金额达到10万多元 湾沿的道路其实享受过弯的速度感 俗称136线的太平长龙路是机车族的热门跑山路线 但部分改装车辆的噪音扰人安宁 为此台中市环保局祭出智慧监测手段 全天后取缔噪音车辆 实屋上我们也发现噪音车对不但改装排气管的车辆 为了维护民众居住的生活品质 环保局从去年底开始在本市的噪音车辆出没了一些重点道路 布建了30处的智慧监督设备 透过AI排气管的辨识进行改装车辆的判定 并搭配噪音量测取缔违规噪音车辆 长龙路周边的居民表示 改装车的噪音问题已经持续多年 甚至到深夜也会出现 让居民无法安心入睡 希望能加强取缔来减少噪音车的出现 加入科技检测后 长龙路单月最高曾经查获63辆疑似造营车辆 环保局还会不定时会同警方共同取缔 期盼能有效维护居民的居住品质还给社区安宁 记者赖一银台中采访报道